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比较不寻常的角度来看世界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从高空上面看世界 本来对我们来说很大的房子 它可能小的跟火柴盒一样 如果我们蹲下来 然后用一个昆虫的视角来看世界的时候 有可能花椰菜都会变成一棵大树 展览的第一个区块 命名为艺术家变大变小 那在这个部分 我们邀请了五位当代艺术家参与展出 在入口的地方 它做了一个六公尺乘六公尺的 一个很大的箱子 那在这个箱子里面 被区隔成三个空间 这三个特殊的空间 都跟所谓的比例有点关系 第一个空间是Camera Obscura Camera Obscura其实是一个 好几百年历史的一个暗箱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暗箱的概念最后衍生变成是一个照相机 那透过这个暗箱的这个孔洞的话 它会把外在的这个世界投射到这个暗箱里面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经验呢 就是说让我们理解就是影像生成 在相机里面生成的一个过程 Amy's Room其实是1934年左右 是一个美国的艳光师 它所发明的一个小型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是利用一个透视错事的一个原理 在这空间里面你会造成视觉上的一个落差 等于就是一个视觉片数的空间的这样的一个措置 那另外一个空间呢 它是一个比较是一个压缩的空间 那这个压缩空间里面会有美术馆外面的一个Google Map的一个贴图 我在前面放了一个是小绿红红绿灯 就是说你在观看这个都会的空间的时候 其实你眼睛的聚焦只是在你的眼睛的前面 那所有在眼睛聚焦外面的世界其实是模糊的 我们以为我们知道事情的答案 那于是进到展览的时候 希望能够先解构他们对事情的认识 于是陈一间的作品在这边发挥了很好的功能 李牧桂彦他是一位日本的当代的艺术家 他实地在台湾去拜访了很多这些小商店以及槟榔坛 那把它们做成非常精确的小的模型 那我们会在墙上看到有很多大型的输出 那这个输出上面呢 有标示出这一家小商店的经纬度 所以事实上你如果在网络上输入经纬度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商店的街景 他用全球化的方式在行销这些特色的小店 然后来回应现在的全球化 这些很特色的小店通常他没有很好的装潢 那但是当他变得很小的时候 你会觉得他非常的精致可爱 你会重新认识他 带着一个正面 或者是至少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态度 在现场我们设计了一个故动的装置 是沿用他的作品的图像 然后把它制作成不同材质的积木 让他们重新去拼组 他拼组的过程中他必须要回去看作品 然后再去重新组合自己的积木 拼图是大人小朋友都很喜欢游戏 加上现在就是3C的产品使用非常的普及 然后使得每一个人的耐心其实都缩短了 透过一个很自由很好玩的装置游戏 让他们可以重新专注 拼图的设置他常常都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功能 石敬华的这一件作品叫做《穿梁计划》 他向当代艺术中心的工作人员 请他们捐赠衣服给石敬华 他把这些衣服穿在身上 然后之后脱下来以后把它做成一把卷尺 非常大的一个卷尺 那做好的卷尺以后呢 他就走到当代艺术中心外面 去丈量当代艺术中心的周长 在这个作品里面他质疑 然后他创造了一个新的方式去度量这个世界 大家来帮忙数 姐姐有几个苹果这么高 谁要帮忙数 好 试试看 那在这个互动的装置里面呢 我们提供了很多生活里面会见到的 日常生活的物件 这些物件就放在现场 让他们可以自己运用 这些我们身体衍生出来的度量的方式 其实一直都存在 但是随着我们长大的过程中 被科度化 制度化以后 我们就会忘记这些很有想像力的方式 观众经过这个像是走到的地方 都无意中会发现这个开关 就会开始想 于是应该要怎么开 然后什么能够让这个灯泡亮 这会让我们想到权力的关系的那个小大 然后它会让你会心一笑的 不管是小的开关还是大的开关 终究它们中间的那个灯都是会亮的 其实这件作品是2009年 那时候我去东京的TOKYO Wonderside租村 就是在那时候租村做的计划 就是我规定自己每天早上十点 然后下午两点六点 就每隔四个小时要拍一张照片 所以那时候基本上我就是 身上就是带着一包小人这样 然后时间到我就拍一张照片 中间也会经过说就是 我自己在不同地方旅行 然后这个记忆跟我日常生活里面的记忆 要怎么样互相做结合 其实我觉得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看东西的时候 我们只会看到我们注意到的东西 那时候开始做这件作品之后 就会变成好像某一种天线会打开 会去注意到平常眼睛不会看到的东西 在娃娃屋的这系列里面 你可以看到有五个形状不一样的盒子 那每个盒子上面都有小小的洞口 从洞口里面里面 你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因为小人他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 就是他会起开一种想象 小朋友想象力很多 他不需要任何的解释 他很快的就可以用他的眼睛 跟这件作品玩 这些工地啊 这些看起来比较不完整的东西 在我们的生活里 它可能都是要被藏起来的 如果是一个漂亮的样品屋 它就是漂漂亮亮 可是日常生活不是真的只有漂亮 在情感的刻度 我们找到了很多非常有意思的绘本 也设计了一个开放的一个创作的区域 让他们透过就是动手画 然后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移动你的眼睛这个区域 我们请了一位艺术家叫何孟娟 他帮我们设计了一个很棒的场景 你看它面积很大 可是其实从艺术家的作品 他其实是想要 想要以这个小人模型 然后围观地看身边环境的可能性 厨房 客厅 房间 在其中摆放了很多寻常的物件 但是在里面藏了很多很小的人 他们自己可以拿着小人 然后重新去设定这个生活场景 对他们的意义 那最后一个区域是一公尺的试衣间 一公尺差不多就是六岁以下小朋友的身高 那这个区域是针对四到六岁的小朋友 所设定的一个开放的空间 那所以在试衣间里面呢 我们有放置了很多他们生活中会见到的 身体的服饰的配件 那透过他们自己去穿戴的过程中 他会意识到啊 这太大了 这个太小了 小大这个议题在很小的 对很小的小朋友来说 其实他们是没什么认知 所以希望从他们这个生活经验出发 然后带他们进到这个展览的内容 什么 脖子还没有用到 很好 那待会呢 我们就要把刚刚我们还没有用到的东西 还没有用到的部位 不是东西 部位呢变成一只尺 那针对就是这次的小大计划 我们所进行的教育活动有三个分离的部分 那第一个部分是四到六岁的亲子观众 然后他们所做的是身体的尺 那在活动的设计当中就是会有他们亲子就是一起律动的阶段 然后之后再让他们做一点小小的创作 最后会再去看吃进华的作品 让他们在作品当中去找到跟他们生活经验当中的连结 大大金下的美术馆其实是针对七到十二岁的学龄儿童做设计 然后主要的是想要让他们更仔细地去观察他们生活的周遭 美术馆的建筑有一些很特别的纹理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所以就是会引导就是他们在创作的时候更仔细地去观看 然后去思考生活当中的哪些素材可以拿来作为创作的元素 之后还会就是放小人模型的时候 他们会自动去学习到2D变成3D这样子的过程 他的地上拍的时候那个小小人他才会发挥他的功用 就是他会站在地上那种感觉 四月到六月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所谓摄影工作坊 分别针对国中生与高中生做不同的设计 所以我们有设计在国中的部分是让他们去更体会艺术家 就是针对不同的素材去做创作 在高中生的部分我们会让他就是会讨论一些就是更深层的摄影技巧以及摄影原力 让他们在做作品的时候能够更争与完整 其实青少年可以讨论很多不同的面向 经过适当的引导 他们做出来的作品其实是会非常精彩的 其实小大算是我们的第四号计划 那未来也还有第五号计划第六号计划 我们最终会希望他能够从小跟大的比较 或者是具体的观察或者是哲学的思考里面 去形塑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那以后他成为美术馆的成年观众之后 他会把这个观点带到他看未来的艺术的世界里面